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方小黃問獎 當場被撞飛 家屬氣不成聲 問獎妻子還需要人搶扶 其他家屬表情也相當凝重 無法接受這突如其來的噩耗 13號早上6點多 三部車都是從桃園機場返回台北 行經國道1號北上36.5公里處 白色轎車大滑旋轉將近5圈 從外側車道滑向內側遭到小黃追撞 兩位駕駛準備放置三角錐 偏偏外側黑色轎車 同樣打滑失控衝了過來 另一名駕駛逃過一劫 沒想到小黃問獎當場被撞飛 越過護欄 從20公尺高的五陽高架衰落 傷重送醫不至 我們初步是天雨入滑 然後失控打滑 第一次從五陽高架掉下來 發生A1交往事故 同時這也是五陽高架通車之後 第一次有駕駛人衰落 喪命的意外 前後不到5分鐘 竟然連續兩部車失控打滑 連環追撞發生憾事 沒想到一早突如其來的大雨 奪走一家人的經濟支柱 更讓他們失去最親愛的家人 記者阿公雅麥和婚容SNG小組新北市報導